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个中国的俗语 高不成,低不就 高,低,是一个反义词 高不能成功 低不能迁就,将就 就就是迁就和将就的意思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常常在找工作的时候求职 或者婚姻,找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出现 现在的生活中呢 我们有一个求职难的问题 也就是很难找到工作 那么很难找到工作的原因 常常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工作我非常喜欢 可是呢,这个公司非常好 它的条件非常高 我的条件不能够达到这个公司的要求 所以我想去这个公司工作 这个公司说我不合格 所以高不成 因为这个公司的条件太高了 我不能成功 这个叫高不成 那么现在呢,很多小的饭店需要服务员 商店呢,也需要营业员 这个他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去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的水平挺高的 我是大学生 我不能做这样的工作 他们的条件太低了 所以我不想去 我不想将就 低不就 就是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呢 条件太高了 我不能达到 条件太低了呢 我又不喜欢 所以比较矛盾 比如说,找男朋友的时候 我的条件一般 那么如果 对方是 这个单词还记得吗? 又高,又有钱,又帅 这样的对象 我很喜欢 条件很高 但是他不喜欢我 那么这样叫高不成 那么,别人又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呢,个子也不高 工作也不好,性格也不好 我不想和他谈恋爱 这样的叫低不就 好的,那么 这个的意思是 条件高而合意 合意就是满意的 得不到或者做不了 不能得到或者我不能做 没有能力 条件低的呢 又觉得不合适不满意 就好像别人给我介绍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不满意 叫低不就 那么他的进义词有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在中间 不能得到上面的,也不想下去 不上不下 那么,挑3-4 挑减 这个好 这个也 这个不好 嗯 挑,挑减 挑替 挑3-4 好高 注意啊 这个的发音是四声 这个也是 好高勿远 看很高的 看很远的 希望很大 要求很高 但是自己的能力比较低 这个也叫好高勿远 还有眼睛手提 我能做这么高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能力又很小 眼睛手提 这几个单词都是不好的意思 都是不好的意思 也就是我的要求高 但是我的能力小 好的 今天的内容是高不成,低不就 常常表示的是求职和婚姻中的 不上不下的意思 好的 今天的内容 您明白了吗?